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到最後一次向左網節目時間 其實剛才長毛都用了第五節的時間 都講了很多關於 他怎樣看香港民主運動 特別是 無論是前身港同盟 或者甚至民主黨在過中的角色 或者甚至我們都會見到一樣的 就是說 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香港的民主運動 其實最主要都是 都是那些上層的精英階層 或者要爭奪立法會的位置 而令到他們的視野 或者他們的想法 都只是局限在議會裡面的議席 而根本完全沒有想過 就是在草根的階層 甚至在這個社會裡面 開展所謂的民主運動 令到民主黨本身不單止不思進取 甚至是他的發展好像是不會放弱 我再講一次 譬如我們舉例 如果用這個組織來看民主發展線 民促會就是民主政制促進會 當日是爭取八百直選的 他認為八百已經有條件直選 就是和我們現在一樣的 當日英國佬就出賣我們 又是打民意派跟共產黨一樣 就說民意太紛紜了 所以八百不可以直選 所以八百直選派就變成了民促會 民促會一直這樣搞 就搞了一個所謂四四二方案 四成委任 四成間選兩成直選 四四二所謂的就是最激進的方案 是不是 為什麼過渡不知道 好了 八九年 八九年一場血洗 就是連兩局議員都要出來說話 因為當時這個兩局議員 因為英國人委任的institution 不斷表態 所以零聲表態 完全沒有角色還原 到殺完人了 他們看到香港人 第一害怕就搞居英權 自己走過去鄧令議員 第二就搞了兩局共識 那個2003年已經說要殺人這個什麼了 是不是 要殺人一半普選的了 就擊過那幫舊的民促會那幫人 所以政治是看戲那樣看的 他們在五、六月的時候 被排拒於香港人的政治生活之上 衰衰的 都大局已定 民主派反而沒有辦法寸進 被這個中共圍堵 指著說河水不能犯井水 井水不會犯河水 沒有寸進的時候 就用居英權和兩局共識 拿回主動權 而民主派那時候很快已經 是由劉千石、主導 和司律華這個份 就是搞港人救港運動 說香港人要救回香港 我當然就說 香港人悲痛都沒有完 救什麼香港 殺到下來嗎 這些是有歷史的 好了 到後來 這個資料華被人趕走了 他自己持草位 再想回香港也是不行 趕走了之後 他跟中共已經沒有了 因為這個資源會已經被點了名的顛覆 他一直走 當時我想他有真心誠意 他一直走下去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其實民主黨早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為馬丁是民主黨的主席當日 他是退了資源會的 退了資源會的常委 來主理民主黨的黨務 是希望民主黨和共產黨交易 但是共產黨很棒 就兩樣拿起來 你一定要放棄資源會 我才跟你交易 OK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說回整個民主派的歷史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端藝 詹奧華幾十年在學友社 是和共產黨很友善的 詹奧華的本領是什麼呢 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是不表態的 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說話 在《中英聯合聲明》 由82年到84年早簽 他一句說話都不說 立場是不說的 突然間瓜屬提落 就在教協寫了一篇決議通過 他現在在這個問題上都是這樣的 詹奧華 無保不落 西瓜靠大邊 不過今天加了一個記點就是 他的聲望高了 他因為六四的血痕 他在資源會那裡有無常的權威 這個也是應得的 在這個民主運動裡面 又過了20年被教父級 今天他玩弄這些東西更加厲害 無須徬徨 是不是 玩得更加好 他每一件事都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他是不會 不會 一早就這樣表態 他是不便的 最低公司也是這樣 在民主黨裡面 他同情有最低公司 投票的時候 叫人們不要投票去公司 全部都是玩這些東西的 是不是 所以今天詹奧華這樣做 其實都是一個回歸來的 他跟共產黨打了這麼久的交道 共產黨今天找回他 可能找他熟悉的人 妖異大義 告訴他私討 今天改變了 你做些好事 就是這樣一回事 我自己覺得 如果這樣看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究竟對北京政權來說 會不會一件好事 解決了香港問題 還是其實站在香港整個 民主法律的整個進程來說 究竟其實是不是另一個暗勇呢 這個張文剛說了 他現在這個是一個階段之戰 就是說現在拿了五席 將來在2016年就會繼續鬥爭 我覺得就是荒謬了 因為你今天這樣做了之後 你仍然有什麼道德力量 再跟別人鬥爭 是不是 很簡單的道理 你先自毀城牆 是不是 然後再跟別人說打仗 那城牆在哪裡 你先令到群眾 那個意志瓦解 再叫他們出來鬥爭 他們有病的 病的高方而已 他說我們會令到立法會裏面 有三分之二的民主派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做 現在仍然有一半一半 OK 那你那新增的五席你拿了嗎 你一定拿不完 是不是 即使說將來你要達到一半都難 不要說是三分之二 那你豬豬高國 其豬張文剛的孫來做 是不是 還有他都高顧了一件事 就是說究竟 我知道民主黨本身在地方方面工作 根本很大程度上都不及民建聯 其實我覺得他們有一個潛台詞 就是他信任中共有所謂的改革派 今天這樣做的是康座 這個中國的改革派上台 他不敢說出來 其實等於他們一路對中共裏面都是有兩派 是 兩派 相信趙紫陽會是好過李鵬 不過當然趙紫陽他被憂囚了之後18年 這個是漢子 我都有說要悼念他 其實一向民主派裏面都是這樣 有這樣的劃分法 就是說在他們裏面有所謂的改革派 有改良派 有民主派 Well in a sense 所有一個整體 你只要用刀來刮都會刮到的 中間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substance是什麼呢 因為你任何人都會刮到的 一刀切就兩邊 再刮一刮就四邊 中間 是 沒意思的 甚至現在如果你想想說 有一派就是江澤民派 一派就是胡錦濤派 其實都是一脈雙城的那一套理念 那你就是說 中國會不會出現露爾巴喬夫這個人呢 理論上我們是測不準的 但是你要看到他們的行事才可以的 你要看到他們的行事有沒有機會 如果這個事情果然是有偶然性 其實胡錦濤派其實是一個抗世奇人 他上了之後就會自動搞的 那你問想做什麼 他找一個抗世奇人出來就行了 如果實際上不是 那你要告訴我 中國有哪一個人可以變成國不錯 沒有跡象 沒有分析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其實在某程度上民主黨都在買大勢 然後就說這次就買大勢了 就是當社會人會不會暗接的 happening 把事情講不出 第三 他講不出是說 他怎樣能使對方在實際的立場上 開了一條路給香港人走上去 那個平台沒有的 如果你搭建了那個平台當然不一樣 它一樣都沒有讓到 根本 就這麼簡單 就是講區議會的幾層 只是那五席就做了一個超級無敵大選區出來 就這麼簡單 是一個笑死人的 突然間弄了一個限制提名權 而每一個人要幾十萬選票的功能組別 就是合法化功能組別 因為這個功能組別 透過現在的五席 由區議會議員提名 就是全港市民選 就令到將來中共那一套限制提名 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 即是你有投票權 但沒有這個平民權 合法化 這個是合法法 很明顯 這是很明顯的 大家只要用一套腦就明白了 就是將這件事千秋萬世 即是說不要以為你投票就很威風 你不能讓你選擇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現在將那三百多萬人的 所謂平等 普及平等的投票權 為那三十席現存的功能團體 那二十二萬個選民背書 功能團體有進步性的 所以其實我想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要以為你有一人兩票就覺得好像有進步 你現在那個投票權部又知道 不過是整個民主投票 一人兩票怎會是 這是多餘的 一人兩票是講局部而已 那三十席裏面那二十二萬個選民 仍然是特權選民來的 即是三票 民主當年這個問題都不敢說了 說什麼他在這裏 怎麼教書 好 所以這一集節目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